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虾大爷娶个虾的奶奶 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 谁也没看见谁 一次就一个 这个没有给太多的 吃不了糟你 让人笑话 今天是这个单口相声专场 说的还都差不多 君臣豆 头一个的呢是我们这儿郑豪 你听人这名气的 郑豪 刚才这位是我们的老先生 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 邢文昭先生 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 换上我来 你听听什么叫对的 乐的这都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么说人家不对吗 人家也对 只不过跟做饭一样 每个厨子的手法是有区别的 今天说的是一个故事 君臣豆 也叫官厂豆 其实呢 就是刘罗锅的故事 这可能是传统相声里边 最让大伙有印象的 包括前些年拍电视剧 载线刘罗锅 大部分情节 都是从相声里边直接摘过去 很多语言 都是单口相声里边原词 可见他是深得民心 清朝这个乾隆年间 乾隆皇上在位 架下有这么两位大臣 一文一武 一满一汉 文中堂 文华殿大学士 左都玉石 力不天官 刘雍刘诗安 满中堂 武英殿大学士 和申和士隆 刘家呢 世代的忠良 从刘雍他父亲那开始 耿耿担心 保着大清朝 三朝元老脱姑的老臣 见过撒皇上 哎呀 那是青似水明如镜 不雅于杀赵万盏的明灯 两如伯咒 忠心耿耿 又仨儿子 长子刘忠 次子刘孝 三子叫刘雍 到后来老爷子这个岁数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天呢 跟皇上说了 要上磁王本 跟皇上说 我干不了了 岁数太大了 眼睛耳朵都不给使唤 耳朵听不清楚 眼睛瞧不明白 龙中老太 留在了朝中 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请求告老还乡 皇上点点头 你是要走啊 可惜你这一腔热血 耿耿担心 爱卿啊 家中有几子 说起子万岁 臣有三个犬子 哦 有仨儿子 老爱倾你忠心耿耿 孤枉我心知肚明 但是 寡人不晓得 日后你这三子 是否也像你似的 这么忠心保朝 倘若说他三人 做了对不起朝廷的事 岂不是殿如了 流门的轻薄 他说你是忠良 你退休不干了 你家还仨儿子呢 这仨儿子日后要造了 反正怎么办 老头心里边 咯噔一下子 有一点寒心 啊 好 微臣我年迈苍苍 要告老还乡 走之前万岁也不放心 不要紧的 明日清晨 老臣 老臣我在五门外 我要当面殉子 让万岁您放心 次日清晨 文武博官也都来了 皇上也都来了 五门以外 落下作来 一瞧刘同逊呢 光头没戴着帽子 把这辫子跟着碗上了 没穿纱褂子 纱褂子就是 清朝的大臣外边套的 这个外套 这儿有一块四方的补子 那叫纱褂子 没穿纱褂子 里边就穿着一件龙剑衣 这儿系着大袋 剑衣两边撩起来 椰好了 马蹄袖翻上来 老头眼珠子都红了 这儿站着三个儿子 长子刘忠 次子刘孝 三子刘雍 在这边 立着一口扎刀 滑上纳闷 老爱卿 这算何意 万岁 微臣我告老还乡 您不放心 恐怕刘门后代 出了这宁挡兼责 今日立武门以外 我要当着您的面 来殉子 说着话一抬手 咔嚓嚓 把这扎刀撑起来了 点手喊自己的大儿子刘忠 来进前来 孩子心里扑腾扑腾的 只打鼓啊 点什么什么事 君教臣死 臣得死 父教子王 子得亡 好 而你进前来 是我刘门后代 躺在闸刀之下 今日立为府 我斩草除根 省得万岁多虑 哎呀 我这个 爹我这个 孩子一犹豫 老头急了 好小子啊 你这叫 忤逆不孝 一抬脚 打 整踢的小斧上 刘忠望后一倒 后脑海 找着台阶 啪一下子 当时是脑僵崩流 踢死刘忠 又一点手 喊二儿子刘小儿 你进前来 君教臣死 臣得死 父教子王 子得亡 而你进他前来 二儿子往闸口一躺 老头一扁 一咽这闸 咔嚓 血流成河 无门以外 踢死刘忠 扎死刘孝 再一点手 喊刘忍 而这相来 这儿听得见 有话您说 三儿啊 上这儿来 疼 君教臣死 臣得死 父教子王 子得亡 而你进前来 君不正臣头外国 父不义 子奔大乡 咱们回见了 一转身 自留就没人了 老头气的呀 撩开这龙剑意 你给我站住 登登登登登 后边追 这后边还有几个勇士呢 这老头追 咱们也追吧 扛这扎刀死个人 后边跟着跑 皇上这会儿心里挺难受 我也是 我说这干嘛呀 一句戏言 死了俩孩子 咱们也追吧 皇上后边跟着追 文武群臣一瞧 咱们就一块吧 整个皇宫内院 大伙跑开了 头里边是刘雍 个儿小 那年他小啊 后边他爸爸 紧跟着四个勇士扛扎刀 然后皇上文武群臣 太监宫女 各是各呀 可这宫里边 这顿跑 有那战殿的武士 跟着战争纳闷 什么意思这是 跑来跑去 刘雍跑到后边了 后宫到哪儿啊 来到了老太后的养心殿 太后老佛爷 在屋子里边正念经的 这是拿着佛珠 闭着墓 这是念经的 听外面一阵喧哗声音 老太太站起来了 何事喧哗 有打外边进了一小孩 那年这刘雍 十五岁 进来光当一声 创在老太太怀里边 哎呦我的妈呀 定了定神 有打外边呼啦超 进了好几十人 老太太说 这是要干嘛这是 你们干嘛呀 刘同讯也来了 皇上也到了 文武群臣都在这了 老太太得问啊 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啊 小刘雍哭通跪下了 老佛爷 我叫刘雍刘诗安 我父乃三朝元老 刘同训 只因我父年迈 告老还乡 万岁怕我流门日后 出了宁党奸臣 故此 我父在五门外 训子以表忠心 在五门以外 踢死我大哥 扎死我二哥 现如今就剩我一个人了 是我慌不择路 跑到这儿来 老太太 您救命吧 哦 老太太点点头 看看刘同讯 刘同讯这胡子直抖了啊 眼泪哗哗的 疼儿子 能不疼吗 再看了眼皇上 皇上很尴尬 那意思跟我没什么关系 老太太拿手啊 一摸这孩子这脑袋 孩儿啊 哦 这么说 你大哥二哥都死了 你跑到这儿来 莫非说你 怕死贪生 你怕死吗 小刘同议抬头 老佛爷 我可不是怕死 想我父三朝元老耿耿担心 告老还乡的时候 厚丝不保 撒儿子死了俩 天下忠良文庭此事 人人心寒 何人在保我 大清江山社稷 朝中无有忠臣 这国家不就完了吗 老太太一听 眼圈都红了 哎呀 好小子 真会说话 心口窝里 觉得热乎乎的 拿手一糊着脑袋 哎呀 我的儿 你真懂事 话音刚落 刘勇哭通跪下了 谢主隆恩 什么意思啊 您管我叫儿了 母仪天下 你乃是人人称颂的老佛爷 这说明您认我当肝儿子了 哦 这个小孩很会狡辩 很会狡辩 好吧 既然如此 你就是我的育儿肝殿下 把手里边这串佛珠 给孩子套脖子上 从今往后 你是铁象金锁侯 大清朝 没有斩你的刀 砍你的剑 绑你的绳索 铁象 铁脖子 挂着这佛珠 这算是金锁 整个大清朝 你死不了 所以打这儿起 乾隆皇帝和刘勇 两个人算是干哥们 到后来长大之后 入阁拜相是科班出身 一步一步走上来 跟他父亲一样 在朝里边一提刘勇 文武群臣 心里都咯噔一下子 为什么呢 这主啊 酸枣眼青红不分 既好灰系 而且不贪赃不卖法 哪有奸臣 放在他手里边 绝不轻饶 是乾隆皇帝的左膀 皇上还有右臂呢 右臂大伙都知道 和珅和石龙 吴英殿大学士 满中堂 和珅呢 有这么一个小来历 据说想当初啊 北京城里边有这么一位 富家子弟 出门办事去 路过外边一个小庙 天降大雨 这富家公子没办法 庙中备雨 推门一瞧 这是个尼姑尔 尼姑尔里边有一个小尼姑 会长得漂亮 非常好看 于是这个富家公子 就起了这个 助人为乐的心了 原文上说 春风一度 两人非常的好 他走了之后 小尼姑身怀有孕 肚子一天一天的大了 老尼姑看着 怎么弄的这是 为什么这是 他后来 生了一小小子 老尼姑恍然大悟 这么回事 但是庙里边 不能允许你这样 你破坏了清规戒律 没办法 把这孩子裹好了之后 身边呢 有当初富家公子 留下一个镯子 把镯子给孩子塞好了 又写了张纸 出生年约日 写完之后 卷好了 扔到路边去 写对门不远 有一和尚庙 老和尚出去 早晨练功去 一眼瞧 就是一孩子 就把孩子抱回去了 抚养着长大成人 长大之后呢 有一天这孩子说 他们都说我不是这庙里 我外边来的 怎么回事 老和尚说 我跟你讲啊 当初有这么一个事 从头之为讲了一遍 孩子哭了 说怎么办 我要找我爸爸 带你去吧 可是走着 叫什么名字呢 叫和尚 不像话 那咱们 去个谐音 叫和尚吧 不叫和尚 叫和尚 这才到北京去 慢慢的找他的父亲 一点一点的 熬到进了宫 乾隆皇帝一见和尚 当时就大吃一惊 就民间传说 想当年 乾隆还是做太子的时候 有一天老王病重 到宫中去探望父皇的时候 有一个伺候老王爷的 小宫女 很漂亮 乾隆跟他逗着玩 无意中用指甲 在这宫女后脖子划了一道 没想到他爸爸躺那瞧去了 这可不行 你这还没当皇上 你这上哪行去 而且恨这宫女 太不像话了 刺这宫女死 三尺薄灵 死了 哎呀乾隆哭啊 你看看闹着玩 开玩笑 这么大的货 有灵有硬的吧 有机会转世投胎 我好好的再报答你 乍一见到和尚的时候 和尚一磕头 皇上当时就愣了 和尚厚脖梗子这 有一道划痕 不知什么原因 皇上认为坏了 这是想当初 那个小宫女 转世投胎来了 所以是加倍的疼和尚 也就酿成了整个大清国 最大的一个贪污犯 一个和尚 一个刘庸 这是皇上的 左膀右背 但是刘庸跟和尚两个人 水火不同炉 中间之间 很难说到一块去 和尚也瞧不起刘庸 你看我跟皇上这交情 因为到后来 和尚跟乾隆两个人是亲家 公主下嫁给和尚的这个 儿子 两家儿女亲家 自己是皇亲国妻 瞧不起刘庸 刘庸看不起他 为什么呢 刘庸是科班 有打县官做起 一级一级望上 到最后入阁拜着相 你不是 你和尚不是 你是殿前打气死风灯的 他是殿前武士出身 宫殿头里边 挑上那大灯 灯前面有一个杀罩子 里边搁着腊 这个灯叫气死风灯 就是风啊刮不灭 叫气死风 他是干这个出身 所以说和尚有个外号 叫腊头 怎么叫腊头呢 你想啊 那灯点到最后 就要剩一腊头了 外号叫腊头 你没跟我们似的 一点一点 由地方官望上 一级一级的升 你是打灯出身 所以两个人之间不合 乾隆也知道 但是这是寡人的左膀右背 他们两个人必须要好 一个是满中堂 一个是汉中堂 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 影响到孤王的设计江山 他也知道和尚 反正能耐差点 会说话 会献钱 会献音 皇上爱听什么 说什么 但这不管用 皇上老琢磨着 得找一合适的机会 让和尚露一露脸 同着文武群臣 你看和尚多好啊 不管是说话办事 你们大伙都去佩服吧 对 就经常的给他创造这个机会 这天 早朝已毙 文武群臣散去 单单的留下了和尚 跟皇上这儿聊天 皇上说 和爱情 奴才在 朕问你几道题 你呀 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明日早朝的时候 同着满朝文武 寡人问你 你好好地说一说 是 阿善 这拿个条逼过去了 打开一条 很简单 什么高 什么低 什么东 什么西 什么厚 什么薄 什么肥 什么瘦 是 臣 我好好的 琢磨琢磨 去吧 回到府里边 和尚算要了亲命了 哎呀 什么高 什么低呀 什么东 什么西 什么肥 什么瘦 什么薄 什么厚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这明天上了潮 皇上一问 我一个都说不上来 我丢人丢大了呀 跟屋里边着急 大管家和血 瞧出来了 爷 你着急呢 还行 什么事啊 你管呢 我都闹不清楚 你能闹清楚吗 是 这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咱们是肯定闹不清楚的 是啊 是闹不清楚 主子给出了八道题 明日早朝的时候啊 我得好好地回答 这八道题 我现在想了又想 您 大声几个来了 这八个都打不上来 您打不上来 不要紧的 不是有我呢吗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啊 好小子 你说 你替我回答 咱问别人去 你说那都是人话吗 你看 您也不会 我也不会 咱不能死在屋里边 是吧 怎么办呢 咱们找高人哪 谁啊 刘罗公 我跟他不合 你不知 是是是 是跟他不合 是 我也知您恨他 是吧 可有意见 他 人家比咱不是 稍微 好一点吗 混账 泄露府中的机密 可是你说 我跟他这 闹成这样 我们俩不合 我问他 他能告诉我 举拳难打 笑脸人 什么意思 我中趟 我见长现在 跟谁是冤家对头 举着手 要打人家 咯咯一乐 你想还下着去手吗 下着去手啊 这咱不说了 这咱不说了 咱们去问 溜罗公 准能问出来 问他怎么去呢 买点东西 我先去 给他送礼去 您随后就到 没个不成 好 买去吧 哎 和喜很聪明 给这个刘勇送礼 你要说珍珠玛瑙 那算瞎了 怎么呢 得投其所好 买的什么呀 一坛子白干酒 刘勒馆好喝酒 又上月圣斋 买的烧羊肉 讲出来 果香油一炸 带上老摊来着 有羊腱子 有羊蚁油 都有 一大仆包 又弄了两把 关东烟的烟叶子 都弄好了 敢奔哪啊 李氏胡吐 当年也叫驴氏胡吐 刘勇住在这 来到这 望里通秉门口 站着张成刘安 刘腐的两位管家 两位一瞧 何的尊管来了 张头 奉我们何忠堂之命 给刘勇的人 送点小礼物 好 真聪明 知道我们老爷爱吃这个 来进来吧进来吧 刘勇在哪呢 府后边有一小花园 别人的花园 都是什么 奇珍异草啊 都是这类东西 他这儿没有 说是花园 实际是菜园子 啊 黄瓜呀 茄子呀 冬瓜呀 扁豆啊 种的都是菜 陶冶情操 而且没事自个儿翻翻土 捡捡汁 收下来的菜还能吃 这就是刘勇跟其他官员的区别 这会儿都坐在自个儿院子里边 漆上小叶茶 啊 正品茶呢 又打外边张成 把何雪儿带进来了 奴才给中趟请安 哦 雪儿来了 是 中趟 让我给您送点东西 没什么好又不值钱 白杆酒 烧羊肉 还有点这个 关冬烟 哦 来来来 拧一袋子抽 把这关冬烟搓了一把 喝的烟袋了一抽 嗯 味儿好 这烧羊肉卡尸卡尸 切了一叠子 倒上白杆酒 这儿一喝 一吃 好 真好 回去谢谢你们喝中汤 是 我再先告退了 喝馅儿出去了 他跟这儿自个儿抽着烟 喝着酒 吃这烧羊肉 按现在中点说 有个四十来分钟 这酒稍微有点上头 坐在这儿呢 半迷糊半不迷糊 正享受呢 张承进来了 耶 啊 喝中汤来了 哦 我说他得来 哈哈 他不可能白给我送礼 叫他进来 又打外边 潮雪响亮 河珊进来了 往这儿一坐 有人给献查 张承刘安退下去 刘勇看看他 你来准有事 哈哈哈哈 没事 我来看看你 哈哈哈哈 很长时间 这个潮湿繁忙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时间在一起 聊聊天 今天没事 我来看看你 你怎么 你有事没事啊 我没事 咱们都没事 你回去吧 不 我 我就有点小事 真的你有事 说吧 哈哈哈哈 呃 柳大人 万岁爷 给我出了几道题 让我答一下 我这个才艺术学前 我实在是打不上来 这不没别的吗 我求您 给 给帮个忙 哦 这会儿酒劲就上来了 什么题啊 哦 这赶紧拿出来 嗯 什么高 什么低 您说说 哎呀 什么高 什么低啊 深处菜园子里边 左右两边 种的都是青菜 刘勇一抬头 瞧见这黄瓜架了 黄瓜高 我就没想到 黄瓜高 嗯 什么低呢 茄子低 什么东 东过东 什么西 西过西 还有这个薄跟厚 什么薄 什么厚 你怎么糊涂呢 啊 耍钱薄 人跟人一耍钱 你害我 我害你的 人情就薄了 耍钱薄 什么厚呢 喝酒厚 越喝越有交情 太对了 什么肥 什么瘦呢 左右看看 菜园子里找不着了 一低头瞧 那烧羊肉了 羊尾巴有肥 羊腱子肉瘦 谢谢您 哈哈哈哈 哎呀 把河身美的呀 撂着笨就回家了 命日清晨啊 我见着皇上 文武群臣 我一输 我这个学问还撂着呀 他走了 刘庸接着喝酒 越喝越大 啊 每天这个大臣们上朝啊 按现在中点说就是 五点来钟 皇上就得升作早朝 所以大臣们这一宿 几乎睡不了什么觉 半迷糊半不迷糊 凌晨三四点钟 就得往外走 啊 刘庸多喝了点酒 这脑子是素酒未醒 敢等明不过来 也该走了 机灵一下子 昨天谁来了 张诚说 您怎么了 您吃人喝人家 抽人家了 谁啊 喝中汤给您送的嘛 啊 烧羊肉 老白干 啊 关东烟 他给我送东西 他干嘛来了 不问您几道题吗 说是 走的时候 我看背着就走了 啊 什么题 说皇上出题让他搭 他搭不上来找您来了 什么高什么低 什么东什么西 我怎么说的 您是告诉什么 什么黄瓜糕 什么什么茄子低 冬果冬 什么西不西 是我说的吗 那没错 那没错 我们听得 叮叮的 就是您说的 干 我喝了酒了呀 黄氏问他 这哪能开玩笑啊 一上金殿 他一说 这赶紧顺教 赶紧上朝 赶紧拦着他 这儿吩咐人 穿衣服拿东西 往金殿上赶 赶等到了金殿 刘庸啊 站在品级台的前面 品级山底下 他是一品大员 他头一个 这儿都站好了 皇上已经喊了 赶紧 奴才在 这一宿都没睡踏实 明天上金殿 我要骗学问 赶紧高兴 奴才在 赶紧出班轨道 朕有几道提问你 是 主子您是说 什么高 什么低 黄瓜高 茄子低 你回去想了吧 不想能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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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个想的 这谁给你出的主意 我自个 他怕说出 留用了 抢的功劳 哦 什么东 什么西啊 东东西不西 什么宝 什么厚 耍钱 把我喝酒 厚 什么肥 什么兽 我就爱说这句 羊健子兽 羊饮油 肥 皇上去 呸 啊 你是朝中 异品大员呢 五英殿大学士 胡说八道 什么烧羊肉 茄子黄瓜的 这真 鸡子里 嗯 拿手一指 刘庸 刘庸 陈仔 赶紧出班 这几道题 你回答一下 啊 说 什么高 君王高 嗯 皇上很舒服 什么地 臣子地 什么东 什么西 文在东 武在西 什么宝 什么厚呢 人情宝 人情宝如纸 什么厚 黄恩厚 黄恩 好的 什么肥 什么兽 万岁 春雨肥 春雨贵如油 什么兽 岩霜 岩霜 岩霜一打 万物凋零 皇上一条大目鸽 你听听人家说这个 和珅 眼泪都下来了 我那个也是他教的 太缺德了 潮事一臂 在潮房里边 俩人快打起来了 和珅说 你别走 你跟我说这事 你跟我说的呢 你跟这个 这两套词不一样 刘雄说 你昨儿哪问的我 你们家菜园子 废话 菜园子问的 说的都得是菜园子事 金殿上问的 就得说金殿上的事 俩人这思不起来了 小太监传旨 万岁玄两位 后宫一世 怎么呢 皇上多聪明啊 冷眼一瞧就知道 这里边又是 准是留拥有做套吧 和珅玩了 埋怨和珅 我这给你一个 露脸的机会 你又创造一个 丢人的机会 老这样也不行啊 满中堂汉中堂 两人一天到晚 打得跟热窑似的 哪行啊 穿纸 留两人别走 今天君臣们一起 咱们一块吃饭 皇上要赏饭 这叫赐盛宴 两人留下来了 但是说 这个吃饭 说的好听啊 皇上赏饭了 但是受罪 一般来说 在饱和殿 太和殿 中和殿 饱和殿 饱和殿 赐盛宴 在这吃 吃可是吃 皇上坐这 这底有桌子 大臣们 站着 你跟皇上平起平坐 不行 皇上坐好了 那儿得站着 而且说 得行六宿礼 什么叫六宿礼啊 就是三拜九寇 光机光机 磕完了 站起来 来块拍黄瓜吃 不够折腾的 但是 那可是天恩啊 不是每一个臣子 都能跟皇上 一块吃饭 两人赶紧进来 歇弯碎 赐玉宴 皇上说 今天这样 免去君臣大礼 不必拘束 说今天 坐下咱们一块吃 这赶紧 谢万岁天恩 底下一张桌子 上面一张桌子 底下是 刘庸和殿 并排而坐 上面坐皇上 皇上一吃饭 麻烦大了 咱们常说 这个吃一看二眼观三 哪来的这句话 是从皇上这来的 吃一看二眼观三 这仨字说的都是吃饭 但是不一样 包括这看和观就不一样 看是看眼端去 观是搁那不动 先上去个看的菜 四个小太监 搭着一盘子 比这桌子要大 俩桌子这么大 一大瓷碟子 用姜米弄的一座山 在前面用金糕条 鸡蛋黄摆出字来 万里姜山摆出四个字 端上来太监一跪 往上一盛这盘子 皇上站起来 拿着筷子一横 哗啦一滑啦 这叫万里姜山 一扫平 取个吉利 马上端走 上棺子菜 这旁边呢 有这么一个条案 一拉六放13个海碗 这么大的海碗 两边有耳朵 耳朵上挂着银环 银环上有银盘 盘上写着什么呀 当时天下南七北六 十三个省 写着十三个省的名字 上这么十三道菜 皇上一瞧 今天上了十二个碗 广西的那个碗没上 说明广西出事 赶紧派人征讨 说这一瞧 广东也没上 广东广西都出事 就上一个碗 就跑吧 就别吃了 这叫吃一 看二眼观三 到吃的时候麻烦了 三百六十五道菜 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上 各种口味都得有 这上棋了 皇上拿手指 吃那个 小太监赶紧夹过来 给皇上吃 皇上吃饭 不像老百姓家里边 咱们家吃饭省事 一家人坐着一块 有稀有干的就完了 皇上要想跟皇后 一块吃顿饭 费劲费大了 不是说随便叫来就吃饭 没有 跟电视剧是两回事 这里边规矩大 这吃着聊着 君臣之间 缓和这个关系 皇上说两位爱卿啊 正是饭口 但不知你们两家家里边都吃什么饭呢 俩人说这样吧 打发人回去 把我们家中的饭拿了一样 万孙您尝尝 好 吩咐人赶紧去 功夫不大可都来了 和身的菜先到的 这是我们家厨子做的 您瞧瞧吧 端上来了 一个瓷碗盖着盖 底下呢 是一个紫砂的托 里边有热水为了保温 这一开盖 皇上一瞧 赏心悦目 有白的有黄的 有绿的有黑的 好看 什么呀 整当中一块豆腐 底下什么青笋片啊 黄瓜片啊 胡萝卜片啊 黑木耳啊 夹着一块 是个汤菜 皇上拿筷子 把这豆腐夹开了 里边有很多的小泥鳅 这一吃 哎呀 为美绝伦和爱卿 这叫什么菜 骑饼主子 我这叫 驳蛇入洞 泥鳅弄来之后 搁着鸡蛋青里边养着 把肚子里边脏东西吐干净了 才做这个菜了 各种好东西掉出高汤来 熬这块豆腐 清水熬 凉的 把泥鳅放里边 泥鳅可是活的 水越来越热 它就往豆腐里边钻 钻到里边去 避这个热 到最后 也熟了 也死了 皇上点点头 哎呀 这个味道很好 你可损了点 损了点 和珅说 熟了就好呗 正说着呢 刘庸家里的菜来了 一个碟子 上面 也盖着盖 打开一瞧 两根葱 这儿搁了点 黄酱 皇上说 这什么意思这是 算您查证我这个 他那叫 脖蛇入洞 我这个叫 青龙坦海 皇上哪吃 我大葱蘸酱啊 撅了一块 一抹的酱 咔嚓一嚼 呼 这个东西太好了 这个御膳房 太可恶了 这个好吃的东西 他们不给我吃 那还不给我吃 来 天饭 一碗饭吃完 天饭 咋吃 小太监端这个 转身走 回来了 空玩 没天 万岁爷 龙体要紧 当皇上不义 别都以为 当皇上多美 不是 每天吃多 都有规定 今天米饭 说不好吃 少吃半碗 一会儿 太医院就来人了 皇上 中胶阻塞 食欲不振 少吃半碗饭 多来二十副汤药 太医院说 我这个筋好 我再来一份 不给 万岁 龙体要紧 别撑着 皇上急了 不行 天饭 这很辣 一会儿功夫 端着碗回来了 六个米粒 拿皇上当锅锅 那么养活 这吃着喝着 又上菜了 什么呀 镇江的食鱼 你听这字就是 食鱼 一个鱼子边 一个时间的食 这个鱼 只有镇江才有 而且出水就死 一天 这人 色就变了 两天 这味就不灵了 到第三天 就吃不得了 捞上来之后 快马加鞭 歇人步歇马 往北京城送 巴巴里加急 镇江到北京 两千五百里地 六十里地 一个驿站 往这赶了 来到北京城 到了御膳房 跳跳宅 这不能吃的 扔边上 最后就剩三条好的了 这还拿兵阵着呢 三条 老太后一条 皇上一条 还剩一条 皇上说来呀 赏给我的两位爱情 食鱼端下来了 刘勇这心里边 咯噔一下的 这么好的东西 给他吃就糟了 臣起万岁 吃啊 臣有话说 这个食鱼啊 能不能一分为二 我只吃鱼头 鱼身子 给喝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万岁 食鱼乃是天真贵宝 轻易的看不见 近日我辈 能尝此物 那真是祖德非浅 而且文庭人言 吃食鱼的头 能让人聪明 臣我只吃鱼头 何臣说 嗯 不行 他现在就很灵了 你别来这套 鱼头我来 卡 把鱼头夹下来 哼 跟这摘包 都是刺啊 吃 到最后 鱼脑的后边 带着不定点肉 K起来 鸽嘴里 未美绝伦 何臣眼泪都快下来了 太缺德了 刘罗光 再瞧刘勇那 吃的光剩刺了 何臣出来就跪着了 万岁 他骗我 他钻我 鱼脑的刺多 不好吃 他骗我 皇上说 哎呀 你们俩大人 刘勇 你怎么这样 你啊 你干嘛蒙他鱼吃呢 万岁 臣可没说瞎话 我说的是实话 他刚吃了半了鱼头 就知道不如鱼身子好吃 这不就是聪明多了吗 这不就是啊 哎呀 何臣这心里边 恨得直咬牙呀 心里说 你盯着我的 早晚有一天 你得碰到我手里边 转天就碰到手里边了 每天呢 大什么都得上朝 做官不容易 咱们刚才讲了 早晨五点钟 盛家临朝 天还黑着呢 就冬天啊 文武群臣们 一般来说啊 夜里边三点 四点 就是打家往外走 你去晚了不行啊 都得赶了 尤其是 刘勇家里边 每天他一般来说 一点多钟 凌晨一点多 就吩咐人 咱们赶紧走 上朝 为什么呢 这个 刘勇家里边 这几个教夫啊 岁数太大 上朝是得坐这教 刘勇家里边 有四个教夫 是当初 抬他父亲 上朝那四位 平均年龄啊 七十二三 当初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 就用这个四个 到后来老头没了 把这四个教夫 托付给儿子 说这四个人 永远不许辞退 你必须上朝 用他们四位 所以说 一直使用这老四位 但是岁数大了 虽然说刘勇没多沉 但是老弄着也受不了 这四位也商量过 你说咱们都这岁数了 有住粮乡 有住房山的 住卓州的 说咱们这个 岁数大了 回乡啊 咱们养老子 对 四个人写了份辞呈 跟仲藏说 我们不干了 告诉张承刘安 多说好话 我们实在岁数大了 好嘞 进上房 把这单子 给刘大人看了 刘大人这批示下来 张承刘安拿出来 来来来 这老哥四个呢 这儿了 批下来了 恩准下来了 管家 这个 咱们大人说了 你们四个人 劳苦功高 所以说从明天开始 准许你们抬轿的时候 每个人煮一根拐棍 得了 还是没辞下来 其实刘庸呢 是舍不得 这四位 跟老哥四个说 我也不着急 咱也不贪图快 咱们也不要求什么 都岁数不小了 咱们一块聊个天也好啊 这么着 还用这老哥四个 可是得早起 你想啊 凌晨一点钟 家里就起来了 这四位往前蹭着走 而且这窖也破了 都不能再破了 还是刘同逊当年的那个窖 窖杆都折了 拿麻绳子绑着 这窖子这底都漏了 怎么办呢 弄一扒仙桌子 翻过来 腿冲上绑好了 就凑合着 能省钱就省钱 一点来钟 家里边挑着灯 台儿叫 留的人办好了 顺着家出来 赶奔东华门 文官走东华门 武将走西华门 要说做官人可是不容易 过去不说吗 三四日高僧未起 看来名利不如弦呢 你再怎么着 你做官 你一宿连觉都睡不好 你不如那和尚 爱睡着几点 睡着几点 这是老话 走来走去 快到东华门了 四个教夫也累了 而且这会儿呢 里边还没开门呢 那怎么办呢 刘永说 不要紧 咱们呢 原地休息 抬着轿出来 上永路 什么叫永路 过去来说 这个路啊 正当中这个路 垫起来 把它垫高了 上面是一坡 这坡上面走车 坡底下就跟沟似的 走人 抬着轿起着马了 走上 走永路 说咱们歇会儿吧 把这轿就搁到永路上了 这会儿呢 根本就没人 睡会儿吧 刘永在轿子里边 这几位 也找一点去躺 睡了 不到一个钟头 又打这把 最前面有个大灯笼 写着五英殿和 和珅上早朝 他这四个教夫 二十郎当岁 正当年雪就汪刚 塞一汪子 太阳穴鼓着 正是撞了 抬着轿子 往前走 走着走着一瞧 前面有轿子 这赶紧住下来 中堂 和珅说什么事 前面有轿子 拦路 谁啊 留的人 闯 为什么说闯 哼着哼啊 千仇万恨 一下涌现在胸膛 黄瓜糕 茄子低 吃鱼吃脑的 闯 闯出火来 有我丹 大事 迎面大梯 说了声迎面大梯 什么意思呢 这台轿这个 有暗号 这搭起来 因为后边瞧不见道啊 都靠前面说话 左脚滑 右脚滑 左脚滑 左边这有水 右脚滑 右边有水 左脚灯空 这有一坑 右脚灯空 右边一坑 两脚灯空 就都掉坑里边了 迎面有一大梯 有一大梯 什么东西 迎面有石头 大梯 这不这梯吗 好迎面大梯 拿刘家这轿 当石头 端起来往前走 有涌路上边 把这轿给堵下吧 他们这人 疯疯活活就走了 教父们也都起来 张成灵官起来 可了不起了 这咱脚子没了 再一看 在底下呢 只喊 这怎么回事 这这 赶紧掺出来 一瞧啊 脚子散了 上面还有 前后棍也都有 底下八仙桌子掉 这搭上来 再绑 绳子都不够了 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啥 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是 跟爷回 喝重汤 大叫 打死经过 把咱们创了 哦 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机会呢 他弄他 不跟假的一样吗 天快亮了 走走走 上朝 上朝 老爷上不着朝了 轿子没底 没事 我在里边走 你们在外边走 小车会带跑汉船 上朝 来到前边 这有川朝御马 别的官没有 刘勇勇 太后老佛爷亲赐 川朝御马 紫色的缰绳 这马缰绳是紫色的 这是御刺的 骑这个 来到里边 下了马 奔朝房 一进朝房 和身呢 端着碗正喝茶呢 这儿进来了 他也抹不丢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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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很早啊 和的人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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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有一事相求 你打算干嘛 你也知道 我这个家里 这个条件 不灵 家里也穷 所以说 你到底要干嘛 不是 有个随分子的事 我那个叫散了 可能您不清楚 清楚 可能不清楚吗 他给创散的 我明年随分子 我想借您那个叫 哎呀 和身直坐牙花子 借我这叫八成 就是额我这个叫 借可回不来 我这个 一皱眉头 刘永乐了 不光借您的叫 还得借您这四个叫夫 啊 抬着去 抬着回 那没问题了 怎么呢 他一琢磨啊 要是光借轿子不好说 要连人 没问题了 他不能把轿子扣 把人给我轰回来 哦 抬着去 抬着回 行了 没问题 明天让他们什么 明天清早 让这四位叫夫 抬着叫 到我府中来 好好好 这上朝见价 谈事 当天没什么事 转过天清晨来 在府里边 和身把四个叫夫叫过来 今天有一趟外差 抬着个叫 赶奔留的人的福 留的人借教 到他那去 能不说话就别说话 让做就做 让喝水喝水 不让喝不许要 给钱就拿着 不给钱不要 知道吗 给吃就吃 不给吃不许说 知道吗 惹出货来 自己担待 知道吗 不要给我找事 四个人说是 抬着轿子 奔留拥着 来到这了 张承留完等着 有货来了几位 快进来 快进来 大叫放在门前 把这四位 让到里边小书房 往这一搜 门帘子一条 刘勇进来了 四位 辛苦啊 辛苦 这赶紧站起来 给中套请安 给中套请安 坐坐坐坐 都多的岁数啊 是赶紧站起来 我二十四 我二十三 我二十一 我二十五 来坐坐坐坐 坐下来 都姓什么 就站起来了 我姓张 我姓王 我也姓张 我姓孙 坐坐坐坐 坐坐坐 都哪人 我们就站着说吧 站着说吧 这一说 哪的人 早晨起来 这是辛苦你们了 都吃饭了没有 怎么呢 真没吃 不敢说 怎么了 不饿 不吃也行 我不敢 你说什么呢 你们这是 不是我们 是没吃 我们中套说了 要给吃就吃 不给吃不许要 也不怎么着 怕惹祸 没吃啊 没吃怕什么 坐坐坐坐 我让他们张了 也没有好的 炖肉烙饼 出去了 这四个 擦的哈拉的 你看 和中套这么有钱 咱们一天到晚吃的 磅子面的 啵啵 小米豆 咸菜条 你看人家这 炖肉烙饼 等着吧 这等着 刘庸出来 赶奔厨房 这厨子叫顺 姓刘顺 顺 来 来咱府几年了 我都来了 有快六年了吧 你手艺怎么样啊 也让您说的 手艺反不敢说 反正每回做饭 您都赏我 那意思我做得好 这个 炖肉烙饼会吗 我让您说的 你整桌子都做得了 炖肉烙饼还不行吗 炖肉会吗 会 炖八斤肉炖得了吗 多数都能炖 八斤肉 八斤肉用得了 二十四斤盐吗 用不了 但是 可以用 你是我一手培养的 那就搁这么些盐吧 你看 酱油呢 有吗 还有多半桶 都搁里了 是吧 炖肉 炖饼啊 炖饼也会 炖饼 一斤一张的吧 一斤一张 炖多少张呢 一人两张 一人两张 老八张饼 每张饼搁多少眼啊 一斤饼 一斤饼一斤盐吧 行 那这个 您害谁啊 这是 请客 我给他弄去 我给他弄去 炖肉 烙饼 饼烙完 鸽子裸好了 这肉完事不敢尝 你还不是熟没熟 拿筷子上锅里边啊 霸啦霸啦 筷子一下去 就听肉锅里边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 肉都在眼里边埋着呢 都盛好了 端过来 往这一放 厨子出去了 刘勇这儿叼着小烟袋 来吧 还等什么呀 这四个 谢 谢赏 谢爷赏饭 谢中堂 谢中堂 赶紧 我就爱看人吃饭 岁数大了 吃不了了 胃口响不住 瞧那小伙子吃饭 打心里美灯 谁也不许胜 谁胜了 今儿打谁 还未必够呢 好好好 你努力 你努力啊 来吧 他跟着站着 站着这四个不好意思了 你要说他不在这 咱们吃 终归这同志大人呢 你先来 你先来 当中有个岁数最大的 这叫胎里坏外号 你说你们来吧 还等什么呀 谢中堂 来一块肉 这块肉 小船头这么大 五花三层 一加这个 哗啦 哗啦哗哗 谢中堂 到嘴里是苦的 这个舌头当时就木了 又用看着 嚼啊 真不敢嚼啊 愣往下咽 骂死这脖子 谢中堂赏 是咸吗 不咸 你光吃肉 能不咸吗 你就饼啊 那仨教父也瞧不起 这点起子 没吃过肉 没修样 看看这 真是的 你就饼啊 来我给你卷 旁边这个 拿起来给他卷 为什么呢 给你卷完了 我们也能吃了 拿个饼来 刚刚刚刚 卷好了 弄一大卷 还特意给沾点摊 那举着 人都傻了 纳闷 这怎么会 说话都不利索了 上去那些 也拿起筷子来了 我谢中堂 谢中堂 一人来一块 谁也不说话 都跟着脚 咔吱吱 咔吱吱 猪不介啃砂锅 他痛快 不管别人牙疹不牙疹 柳佣说 吃吧 吃吧 就是那边来消息了 就是那事啊 不去了 你们都吃了 都吃完之后 你们就回去 吃吧 这几位 不吃走不了了 起着咔吱 起着咔吱 都吃了 打这福利 飞着就出去了 那还不飞着出去 都后坏了 这几位 回去跟河神一说 河神恨哪呀 心说流罗锅 你太缺德了 打狗 还要看主人 你这是分明跟我过不去 你等着 拿你一叉二措 我跟你玩不了 转过天来 早朝 在朝房里边 六王爷 八王爷 九王爷 跟这坐着 河神也跟这 这聊天 刘雍还没来呢 六王爷跟八王爷老实 也不爱说话 坐着低头 喝水 九王爷胖 比桌子还胖 坐着 没脑子 有点二百五 喝水 哇呀 落锅呢 妈呀没来呢 人家是谁呀 人家跟咱能比了吗 人家 人家没起呢吧 这不是 睡觉呢呗 这不对呀 这盛架都快来了 他还没到啊 这谁给他担的这事 我跟您说 您跟他较真 他那个玩意 您还不知道吗 是吧 刘疯狗 刘转轴 刘坏人 刘三本 我给刘勇 起了好些外号 刘疯狗 说的逮谁咬谁 刘转轴 据说这人 后边这锣锅啊 要是一动过呢 就要害人了 刘三本 一天顶三本 参文参舞 文物学生都怕的 给起好些外号 跟朝访这一通说 其实呢 刘勇刚才就来了 卖不要上台阶 就听李不正说呢 您这么大钟头 他好听贼话 跟这儿拼 他就往心里去 他知道谁说的了 这儿说完了 聊帘子进来 和珅一瞧 他进来一牛脸 墙上挂着神州九玉图 就是当年的地图 假装看地图呢 刘勇进来 给王爷请安 给王爷请安 给九王爷请安 一捕了给和珅 给和珅人找不一个安 到我这儿得找不一个呢 九王爷看了看 刘勇 干嘛去了 是 谁跟我比啊 我跟家睡觉呢 我是谁啊 是不是啊 刘风狗 刘转轴 和珅这脸上红一块 白一块的 怎么呢 那听见了 刚才是 哦 这个 刘德人来了 啊 来了 何德人 哈哈 哎呀 这把茶碗放下 我说 刘德人 您可是 左都御史 御史是阎官 指着餐人吃饭 天道 天道这般时分 山山来迟 莫非说在家中 打算参文 还是参武呢 这叫犯坏 两朝方文武群臣都在这儿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哦 你们看着啊 他这憋着参你们呢 这是和珅 诚心给的中毒 刘永乐了 对 我们家辈辈是御史阎官 指着参文参武活着了 不管你是文官摊藏 无将受贿 烙在我手里 三口铜杂 定斩不饶 我一个多月没参人 我给忘了 今天你一提醒 我又想起来了 众位年兄 今日里我要是参了文 还是参了武 你们得念和德人的好 文武群臣躲着脚麻袭啊 他好容易消停了 你勾着他这个干嘛呀 和珅也尴尬 把了啊 您是大清朝大大的忠臣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是一品大员 封疆大吏 文华殿大学士所都一时力不天关 太后老佛爷育儿三殿下 您是铁像金锁侯 没有人跟您啊 能够闹出什么别扭来 可有一节 您参的人都比您官小 比您官大的 你敢参吗 这是诚心 你参都小官 这是坐着仨王爷呢 你敢参吗 啊 刘永乐了 这仨王爷跟这儿 六王爷八王爷也扑车一乐 别说话 知道俩人这儿 都换了 九王爷二百五 对呀 你参的都是小官啊 大的你敢参吗 六王爷直瞪着 坐坐坐坐 心说俩中堂翻二百五 你别掺和了 你比他们还缺心眼啊 坐着坐着坐着 好 走不着 别说话别说话 好 好啊 何中堂 你说我参都是小官 那咱们往上参 你说吧 何朝文武哪一个我不敢参 别说 说这没用 我说了你真能参吗 好 你说出来 我就敢参 你说吧 哪一家贝子贝勒 五府六部八大朝臣 九卿四相 封江大利 只要你说出来的 我今天就敢参 谁看看 都在这儿了吧 都在这儿了 好好好 几位王爷也在了 文武群臣 各位年兄年弟 都在这儿了 我跟刘子人说着玩 他上联了 可是你弄得 我也下不来台 咱们这样吧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机长 我说出一人了 你要敢参的话 我就输了 我拜你为师 你是我的老师 你要是不敢 你拜我为师 怎么样 好 伸手 俩人一起伸手 啪啪啪 打赌机长 刘庸钻住了 说这个还不能算 你看看 后悔了吧 不是 咱俩人这儿 没人做宝啊 咱俩打赌了 得有宝人 日后谁要是 翻了 我不干了 这事我不算了 得有一证明人呢 谁做宝呢 谁做宝 俩中堂 皇上跟前 最了不起的俩人呢 他们俩打赌 谁敢过来做这个宝啊 按说呀 这事就完了 你看没宝 拉倒了 九王爷站起来了 我吧 我来 我保着 我保着 刘庸钦说 您太没溜了 九王爷 可以 一满一汉 俩中堂打赌 只有王爷 能做宝 可有一节 一家王爷 怎么保两家中堂 还我俩哥哥呢 六哥八哥 来来来来 你们俩啊 你们俩保罗锅 我保和珅 这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事到如今 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刘庸钦说 好 你说吧 你说说我不敢参谁 你说出来 我准参 我要是参了 没别的 你拜的我跟前磕撒头 我是你老师 那我要是不敢 没别的 吊一个 满朝文武作证 三家亲王作宝 你说不敢参谁 贺神乐 那我可要说了 当今万岁 皇上 你敢猜哪 文武群臣心都到丧院了 胡说八道这就 猜你能猜皇上吗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上金殿见皇上 手托超出眼关二牛 看这牛扣低头 仰面士君 这偷眼瞧眼 完了 仰面士君 有意刺亡杀架 全家超战 豁灭九族 连坟都得抛了 看皇上演这么大罪过 你上天参皇上 有意傍君 你敢吗 没想到 刘庸乐了 你说完了 我昨天就要参场 我待会上殿 我就参场 我参完了他 参太后老佛爷 夜半紫时 焚表 参玉皇大帝 满朝温雾一敲 这时要疯 参完皇上参太后 参完太后 半夜紫时焚表 参玉皇 什么叫 焚表参玉皇 弄张纸 写上 玉皇大帝 哪不对 拿纸 一烧 半夜十二点 参他 但参那个 神仙那个 没有定对 皇上这个 现打不赦 一上殿 邪愣看一眼 当时就杀了 这个是最厉害的 说敢不敢 我敢 你们都瞧着吧 正说着呢 小太监那喊声了 万事有止 有本早奏 无本退班 刘洛官一聊这一声 沉 刘庸 有本 卖不出去了 连仨王也都抖了手 要去了 龙叔案的后边 万事爷乾隆 跟这正坐着呢 一瞧底下 刘庸来了 品吉台贵岛 对近山岛屿柱 三拜九寇 磕完头没起来 皇上一瞧 后边那锣锅直哆嗦 皇上心里咯噔一下子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忒了解他了 这是有事 要害人 他每次一动脑子 后边锣锅跟着抖了 皇上一瞧 今天的频率 比往常厉害 怎么改了震动的呢 心说坏了 他这憋着害谁呢 刘外卿 平身 谢主 龙恩 站起来了 今天上殿 你要参文哪 还是参舞啊 我可告诉你 参文不准 参舞不一 没有潮湿议论 有事改天再说 皇上心说 我给你切死了 刘永乐了 万岁 魏晨武 一不参文 一不参文二不参舞 没有潮湿议论 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干嘛来的 微臣有一件不明之事 要在我主架前讨价一二 我有不明白的事 我要问一问您 皇上心里舒服 你也有不知道的 好 走来 万岁爷 臣对大清律 不甚明了 想在我主架前领教 皇上心 糊涂啊 你父亲做的也是左都御史 你也是左都御史 御史就是言官 十本大清律 你家应该倒背如流 没想到爱清你 也有不明了的地方 哪儿不知道 说讲出来 寡人我 也不知道 皇上明白过来了 谨防上当 他们家干好几辈这行了 大清律都背下来了 他不知道 刚想说我告诉你 又琢磨 不行 我也不知道 皇上洋洋得意 你看看 刘庸说这可干了 万岁 臣子不明白问万岁 万岁也不明白 那么要大清律何用啊 我主船只把他废了 这不行 国家岂能无有王法 诺为师 奴背在 韩太监 到慎行司 颁请大清律 慎行司 那放着呢 这么厚一本 十本 多少年没人动 上面吐一层 这一刀子把太监们呛的只咳嗽 太缺德了 这是 搬上来 往金箭上一马 刘庸往地上一坐 皇上说在这呢 哪不明白你问吧 这 打开之后 从第一条开始念 投一条 叛逆谋反 寡 什么意思呢 投一条 就是造反的这个 得寡 这是过去来说 有这么句话吗 功高莫过救驾 最急莫过谋反 我天大的功劳 你看哪个城市 是我打下来的 我破了多少案子 这些个功劳 都不如你救了皇上呢 十大汉马功劳 皇上站在河边 差点摔去 你把搂住了 你这个功劳 顶他那个都厉害 功高莫过救驾 最急莫过谋反 说一千到一万 也没有比这个 造反的这个碎锅大的 在这之内 咱们都能商量 你承认我是皇上 你说吧 提什么要求吧 要什么房子 你想要多少钱 这都好办 但是你说你当皇上 被我弄死了 这也没商量了 这是谋反 功高莫过救驾 最急莫过谋朝 所以头一条就是 谋反叛逆 这些寡 一条一条往下念 什么儿子杀死父母 这得杀 儿子杀死叔父母 得杀 杀死什么 旧父母 得杀 反正都是这 一条一条念 皇上一瞧啊 这十本都念完了 得半个月 本来今天想早点退朝 又一坐嘛 我不能走 我走了 让他逮着我这画板 你念你的 我睡会吧 皇上这睡觉 刘庸念的念的一头眼 皇上没死我这茬 这多干得哼啊 想了想 正好这写着 谋杀亲夫 谋杀亲夫 没事 哎 皇上醒了 怎么没事呢 跑了没事 逮回来杀 皇上想了想 不能睡觉了 我再睡觉 他这谋朝篡位 连升三级 看着他 看着他念 念来念去 念到偷坟掘墓了 他把这书立起来了 大清律立起来了 他坐在地上 比这个大清律 高这么一哈都有限 偷看着皇上 皇上这会儿都听腻了 也没辙不能走 两旁边站着小太监 他拿手啊 站拖沫翻这书 翻的时候 偷坟掘墓底下有仨字 斩立绝 斩立绝就是 蹬出去就杀 不等 就是立即执行的意思 叫斩立绝 偷坟掘墓 斩立绝 拿着拓沫 把这斩立绝 仨在这儿给K起来 阴湿了 同一耳 偷坟掘墓 偷坟掘墓 这偷坟掘墓 皇上气 你要唱戏 念呐 没有 一窟窿着上头 八成年多了 可真耗得磕得 两边太监这气 你要不捅的呢 皇上说 偷坟掘墓 斩立绝应该是啊 你干嘛老跟这儿 转紧我 万岁 臣想问一问 偷坟掘墓 斩立绝 这是谁定的规矩 这是老祖爷 定的规矩 哦 是 只对百姓吗 混账 啊 什么叫百姓 大清律 对每一个人都有效 不管你是贝子贝勒 凤子龙孙 八大朝臣 哪一级的官员 就说 孤王我 皇上要倒霉 他把自个儿 许出去了 孤王我 也在其内 录策出来 臣 又本章起奏 皇上的心倒放下来了 不定是哪家亲王郡王 动人坟地的一草一木 他拿这茬跟我找进来了 那行了 那你说吧 万岁 臣我不能说 怎么让说倒不说呢 臣我官卑之小 我不敢说 那 那怎么办呢 除非您设我无罪 好 设你无罪 不行万岁 我可不是一个人 你得设我满门无罪 好 我设你满门无罪 你说吧 怎么都行 你说吧 是 臣谢主龙恩 你是参谁啊 万岁 我参的是你 我主万岁 你偷坟掘墓这条上 与我主万岁有关 皇上想了又想 没有 你别来这套 寡人我没干过这事 你这叫有义棒军 你这按律当 我刚射了你了 反正这个没有 万岁 前两年 前清宫 是火 我主万岁 还记得否 前清宫着了 一把大火烧了 我记得呀 火头没找着 为什么烧 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事 是 您记得 火烧前清宫之后 要重新翻修 没有金丝南的木头 金丝南的木头 得打南方运过来 而且必须发大水 才能顺水而下 运到北京 当时天气大旱 没有大水 金丝南木头运不过来 您记得吗 我记得 您到 京北十三陵前去打猎 您在 明世宗的永陵这 发现灵恩殿 灵恩殿的殿座 是金丝南的 您拆了人家的灵恩殿 把金丝南拉回来 盖着前清宫 是不是您干的 不对 后来 后来 金丝南木头 拉回来之后 我又给他盖了 我给灵恩殿 我又盖了 对吗 万岁 您要说给他盖了 金丝南的木头来了 应该先修灵恩殿 后建前清宫 您是先盖了前清宫 后修的灵恩殿 而且人家是七间 你改成了五间 对不对 要说别处 还则罢了 十三陵 一草一木 人人不能动 大清 并非得了 大明江山社稷 前朝都是 一朝一朝的兴亡 得了前朝的 江山社稷 一定把前朝的 皇陵 全部清除掉 唯独我大清 是因为趁着 明朝内乱里子 成进北京 我们才由山海关 进北京 得了天下 并非直接 得了大明天下 所以 老祖爷 氏祖 张皇帝 顺治老佛爷 进京以来吩咐 第一 汉庄改满伏 第二 剃头 这叫扫去 死边 定顶中原 世人都得剃头 第三 大明的皇陵 不能动 奉朱家的后人 年年在那镇守 奉清明佳节 我朝中文臣武将 贝斯贝勒 前去祭奠 这是当初老王爷 留下来的 规章制度 难道是您忘了吗 我这叫 我不叫偷分绝目 我这是拆旧盖心 万岁爷 您这既不是拆旧盖心 也不是偷分绝目 那我这是 四道皇陵 最大明天 你弄死我 哎 你过来 你宰了我 把皇上气的呀 是实在没辙了 你 对吧 你怎么办 对吧 对吧 你说吧 万岁 我没法说 秦国主 龙翼天才 你是皇上 你说吧 你说怎么办 这都下着都下着 太监们都哄去了 皇上打龙叔案后不出来了 你给我先起来 你起来 你坐坐坐坐坐坐坐 垫脚这儿啊 有绣墩 坐这儿 罗关坐这边 皇上坐这边 就没你这样了 你太缺德了 你这什么 按说我就应该 我是 我也杀不了你 是吧 你先问完了吗 是吧 全家无事 哎呀 这样吧 那个 大青绿的不就一窟窿吗 偷分绝目 展绿节目就一窟窿了 是吧 咱这啊 咱改一条 这一条改两条 啊 见尸 杀 把人家坟袍了 棺材抖了了 白骨喧天 见死尸了 这个 杀 不见尸 坟地聚合树 偷快石头台阶 不见尸 发 发配 寡人我拆了零恩殿 可没见死尸 对吧 没见死尸呢 我就不能杀了 把我杀了 你说就乱了 是吧 那把我发了 发配行不行 你说吧 咱们发 你看咱商量吧 这不是 明年春天 我打一趟江南围 名字是打围 实际上我是发配 六十里 一个驿站 每天 一个驿站 一百天 打来回 发配江南 但是你说 我一朝人王地主 弄身大红的 最衣最酷 带着链子锁子 不好看 对不对 让外邦人耻笑咱们 我弄一兜兜 红颜色的小兜兜 挂上小金链 红颜色的兜兜 好比是 最衣最裙 这链 代表着手肘脚料 到现在您看 做兜兜 没有弄绳子的 必须是兜兜链 不管是金的银的 哪怕铜的 你也得用金属的 这是当年留下来的 我来一兜兜 我来一链 好不好 一路之上 免去了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 不用人保驾 不住行宫 不住行宫 我住民间 住老百姓的家 你和和珅 你们俩保着我走 就咱明儿仨 但是 你们俩 明着是保着我 实际上 是发配的借差 咱们三个人 往下走 好不好 这个 你看行了吗 好 我主 龙翼天才 我都裁完了吗 这不是 那咱们明年 明年就这出 这是后文书 是从这引出来 乾隆下江南 一切都是从这 引出来的 好 我主 圣明 这是天降圣人 你别说了 别废话 你怎么办 不是 您 设了我 没事的 对 应该全家超战 豁灭九族 但是我 倒没催的呗 是吧 我不说了吗 设你无岁 可有一样 许我不用你吧 你天大能的大爷 不使唤你了 你把帽子给我摘下来 你给我走 回去把那府腾干净了 三天腾腾 四日离京 第五天开始 北京城哪见着你哪杀 这叫不经选招私自入都 有意刺亡杀家 刘勇连笨都没打 伸手解露海带这扣 摘着顶子 一品大员 封疆大利 左渡玉石 利不天官 官熬到这儿 要是一摘帽得心疼说 他都没往心里去 行行行 往龙叔岸上一放 一拱手 我走了哥 皇上看看他 慢点吧兄弟 怎么呢 你这官是没有了 没有这政治方面的 隶属关系了 干哥们还在这儿呢 这你不能不成 俩人是一个娘啊 对吗 刘勇站起来 万万就走 皇上站起来 你保重吧 你保重吧 往这儿一坐 气得忽视带传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这怎么办呢 难道说我九五至尊 我就受他这个气吗 乾隆想了又想 眉头一皱 是记上 新来 好朋友们 我们这一场的演出 到此又结束了 感谢您的光临 咱们晚上七点十五分 再见 我们的贤师 款动私贤 学徒我志得成成 给您唱了一段